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來拍一下潮癖的獸神話 那基本上拿這一次的獸神話就是去做給導惡使徒一個特化私人角色 那就可以看得到除了陷阱對應以外 那他的火屬性殺手再去搭配上這個力量型的組合啦 那其實也是可以在直歐的部分去做到一個很高的傷害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SS 那SS的話16加8個回合的必動 那必動再去搭配上這個直歐關卡的設計啦 那就可以去把他一條血去打穿 所以那個整個起來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戰鬥力 那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友情技位置了 那就可以看得到他是無屬性的拷貝 那這個拷貝再去搭配上他主被動裡面的火屬性殺手 那拷貝出來的友情技都會去針對到火屬性的敵人去多一點5倍的傷害 所以嘛 在這個非限定角色而言來講的話 去組合到黎奧或者其他套技型的角色的話 那其實在友情技的部分都可以去打出一個更高的威力 嗯 所以嘛 在配件的部分啦也是有一定的戰鬥力啦 那這邊先講一下推薦果實的部分 那首先就是會去推薦到銅竹三劍 那前面就有提到過 那畢竟角色主打的是紫歐 所以那個去搭配上銅竹三劍的話 就可以去把他的一個輸出最大化 然後其他的部分就是會去推到這個加速必殺之力 因為他除了那個被動鼠本身會有SS的縮點以外的 他這個必動也是非常強力啦 這邊去看一下 嗯 那這個速度嘛 其實也是算有點剛剛好 因為他這一關呢 其他的機子啊 這邊去戳兩下啦 其實兩下就已經把他戳爆 那所以嘛 這個也是他的SS比較有料的地方 所以那個去組合到這個加速必殺之力啦 那就可以去讓他這個技能迴轉率就是會更快 好 那這邊的話來到先去清一下小怪 唉 他這一關其實他的機子也是 我覺得是所有使徒裡面最麻煩的一個吧 因為關卡的難度本身沒很高 但是那個相對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無論是黃或者就是小怪啦 都必須有地雷才可以做到這個傷害 所以那個這部分如果沒有四人角色的玩家的話 那相對刷起來也是會比較拖沓 那這一次除了前面有去提到過的部分 那其實反傳送超少類的M再去組合到這個反魔法陣 拿在水屬性角色那而言也是偏少 那目前其實還是會要這些比較普通的角色 跟一些合作角色 那其實也是很久沒推出 所以那個也就只能說早晚作休也不意外 那特別這一次嘛也是連同這個配件 那我覺得也是危機感也是蠻有的 那之後就回到這個實戰的部分 那其實還是打得比較拖沓 那剩下三個回合 因為那個輸出空間其實還是比較少啦 這邊那個實在是拖不下去 所以那個WP就決定去開啟 那還是一樣就先往這上面跑 先把他的盾拆掉 啊這邊一下之後把它搞停 沒有 因為那個也是蠻怕啦 因為他的B咚打這一關也是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在說 你如果他有這個防護罩的狀況之下 那你還是需要先破掉才有傷害 那這邊去開一下守護獸 那開守護獸那我就是會去推薦到這個Puck 因為那個延遲的效果 讓黃就不會去開這個防護罩 那這邊最後一下B咚 那這個B咚啦就會比較去看得出這個威力啦 沒有防護罩兩下地雷直接戳爆 所以嘛他這一隻啦 如果真的手上沒有馬祖 或者就是烏波的玩家的話 那這個相對下來就是一個比較好 最好的私人角色 那所以嘛 就目前這個密海的冒險船還沒畢業的玩家 那也是會很推薦訓練到這個角色 那影片的部分就到這邊差不多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幫我按讚和按訂閱 那就到這邊咯 掰掰 掰掰 我們有個好大的延遇 我們 Culこれ就把人追到去